本港新增至少三宗初步 各媒人確診個案近日升度相違措施 不斷上升 本港新執六宗新隔案 病毒是沒有情的 但仍然是有情的 是有情的 我們正在疫情中 我們全都入獄 可能他們家裡連電視都沒有 又上不到網 所以很多基本的資料他們是不知道的 原來在香港 大概有四萬個家庭 是生活在一個劏房戶裡面 我們就很希望藉著這個 同理抗疫的衛生行動 可以直接的去幫得到這一班小朋友 在二月中就決定了這個行動 兩個星期左右就整件事要開始運作了 最困難是找兒童口罩 送貨期有延伸 變成了我們同事做的項目 慢慢地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出發前一個星期是擔心的 未有NGO沒有名字 未有家庭登記 究竟做不做得成呢 其實很擔心 口罩我們要重新包裝 不同的物資 其實我們都要重新再拆細 去分拌給不同受作的家庭 我的同事都非常之踴躍 一夫百姓 今天大家來了幫忙 那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 守庭口庭 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買口罩 根本就沒有可能 治療者其實都不用特別 因為都是用廁所去看 看一看 幸好有很多很先行的NGO 是肯跟我們一起共同去試 印象中 Urisad比較少會直接落地去做一些服務 其實那時候都很開心 因為很多方向的家庭 都很擔心整個疫情 我們需要將家房的地址 放在一個地圖上看 決定究竟我們的先後次序是怎樣頂 哪一個派線哪一個派後 歡迎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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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黃家庭其實很需要我們這些塗層劑 菌的資生員比較多 所以做了這個塗層之後 可以提供到一個無菌的環境 它多數都是廚廁合一 它不能蓋上廁所板 後面也是煮食的 衛生環境不太好 其實我們看到市面對於小銅口罩 需求都很大 到遲些如果真的服貨的時候 它們就會很難這樣口罩 所以我們就有了第二階段的投資 抗疫衛生運動 一開始登記 就已經有幾萬人在網站排隊 其實我們都很害怕 因為第一次做這麼大型的抽籤活動 我們在5月5日就完成了這個網上登記 大概有20萬的香港家長成功登記 我們也都非常欣賞 UNISERC香港照顧兒童的努力 所以OK便利點都積極參與這次的活動 透過義工和前線同事的努力 我們這個計劃都非常受歡迎 小朋友是看到很雀躍很開心 都知道這個社會是有人關心他們的 上到去完成了服務 有時候住戶說聲 多謝你 其實我們很久都沒有出過街 或者沒有口罩 都會覺得這些是值得的 雖然辛苦但我也覺得滿足 如果可以出一份力 去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和小朋友 我很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作為一個有能力的香港市民 應該要做的事 我們多謝你 多謝 多謝 多謝